各位小財神 大家好 我是寶可夢 那今天這個 我們的系列影片呢 今天要開始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 我們投資比賽呢 前哨戰呢 今天開始要正式的跟大家做這個介紹 因為有12個人來參加我們的整個活動 那目前的話呢 我會依序 把大家的故事就是分享介紹出來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會在一個禮拜如果有放兩支的話 那這樣多久啊 那一個月 大概一個月左右就可以把整個系列結束 就八支嘛 一個多月 所以呢 應該有可能在我們12月底之前就是 公佈最後的得主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從這12個系列故事裡面 去得知說其實 投資絕對是有賺有賠 不是每個人都一定可以賺錢的 所以這也是我成立這個系列故事 希望能夠讓大家去知道說 其實很多人都走過的冤網路 那麼你聽了這些故事 看了這些故事之後 就不要再重蹈覆轍 你可以用比較輕鬆 比較不會賠錢的方式去累積你的資產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開始 好 我們總共有12個人 那在這邊的話呢 我會 呃 就是一集用一個故事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的話是 呃 9月29號投稿的 邱插飛 好 這個先生小姐 那他的故事呢 來跟大家分享 它是跟外匯有關的 好 他說 以前大學畢業的時候去澳洲walking holiday 好 認真的採橘子葡萄 端盤子 也要珍珠奶茶 在澳洲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 當時的ANZ銀行存款利息高達3到4% 而且澳幣最高點是31塊 好 絕對回台灣應該也花不到那麼多錢 就把大部分的錢都放在澳洲銀行的 這幾年 呃 途中有再轉回來30到40萬台幣 一路看著澳幣從31跌到22行會 不知道我到底拍了多少錢 哈哈 好 那這個真的要跟大家簡單的講一下 這個外幣的操作 大家覺得好像跟股市比起來 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那實際上絕對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 呃 一個國家的匯率 它會受到他們這個國家的國力的影響 然後還有就是他們的中央銀行 是不是有沒有在操縱匯率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經濟政策走向 還有沒有受到就是附近國家的一些政策的影響 所以它其實是非常困難的一門功課 好 那我早期大概 呃 剛出社會沒幾年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玩一下這個外匯 那當然也都是在網路上看說 人家說可以買進 我就小買一點小買一點 那其實我操作的錢也沒有超過五萬塊 就一點點而已 那你可能就是小賺個幾十塊幾百塊 你就很開心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 這都是一個非常高風險的新聞 我也不建議大家就是 在沒有去真正了解 一個國家的貨幣的情形之下 就真的冒然的把錢投進去 就算是美金好了 我至少美金我們台灣人比較熟悉 就是說我們要投資美股嘛 錢都一定要放到美國去 那你會知道說現在比如說 28.5到29之間 這算是低點 所以你其實可以買 你可以放心的買 好 那29到30到30其實都算是相貴比較貴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因為 美國打無限量QE的關係 所以其實 呃 它的美金都是相對非常貶值 比較便宜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如果有賺錢 你現在真的有一些資產 真的可以考慮就是分批買進 你不用一定要等到比如說 28.4 28.3 28.2才入場 你反而在28.5到28.9的這段區間 你其實都可以每天小買一點小買一點 好像我很簡單 我就是每天就買100美金 有買我就截圖跟大家分享 好就提示大家說 你如果覺得這個價位可以 那麼你就進場 好所以我覺得這個外幣的操作 其實是非常非常難以去預測的 好你不要覺得現在是低點 你就你就覺得它就是相對低點 那它以後如果更高怎麼辦 好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非常困難去做預測的一件事情 所以從這個例子你也可以知道 那邱小姐第二段說 有一次去銀行辦事情 銀行行員還推薦我買澳幣 我跟她說的這段故事 她也說了一個解套的方式 就是如果澳幣在當地繼續花 那應該不算賠了吧 只能安慰自己以後兒子長大了 然後給他拿出國當旅遊的遊學基金 或者有空的時候帶爸爸媽媽去澳洲走走 把這些錢在澳洲花掉 你不覺得這聽起來就是有點心酸 就是啊對 你可能還有幾十萬 甚至幾百萬的資產放在澳洲的銀行 但是你都沒有辦法拿回來 因為你現在把它匯回來 一定會有這個匯款的手續費的問題嗎 然後這樣就匯率很差 你會來台灣也沒比較好 所以這的確是一個問題 但是我們永遠就是那句真言 就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早知道就在31的時候 把他換回台幣回來了 但是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3到4%的利息 其實也真的是非常的誘人 我身邊其實也有一些大學同學 他們之前有去澳洲working holiday 他們的確也存不少錢 但是他們沒有把錢 就是移回來台灣這我就不知道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 應該都還是那個時候 把錢選擇放在澳洲的銀行 放3到4%的高利活儲 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 當下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但是就會變成是說 你可能賺了利率 但是你賠了會差 因為會差 從31到22真的差很多 所以這個故事也是一樣 就是跟大家做一個這樣的提示 如果你要做外幣買賣跟操作的話 除非你非常了解這個國家 不然的話我不建議你就是 貿然的就進場 比如說南非幣好了 南非幣從以前到現在 你看他都是算是高息貨幣 但是他的這個怎麼講 應該是說你錢進去之後 你應該是要低買高賣 你這樣子可以賺價差 但是你可能買進去之後 銀行之間的價差太大 你根本沒有辦法等到那個 你買進去的那個區間 你才能夠把它賣出 那你可能買進去就被套牢了 那你可能放了30萬40萬50萬 那你只能夠乾領他的高息貨幣 但是你的本金的價值一直在減損 所以我覺得任何的高息貨幣 你都要去仔細的思考 你真的要入手嗎 你不要被他的那個高額的利息給騙了 但是事實上你的本金一進去 換回來就是會損 這個決定是大家應該要去注意的 所以今天的這個 這應該是哪一個小姐我看一下 邱先生小姐 他的這個故事我真的覺得 非常的不錯也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的這一集的心得分享 那也由於這些人都認真參加活動 所以我都先給一杯咖啡 你會覺得一個人生故事怎麼只是一杯咖啡 沒有啦我會做加碼啦 那這12個故事分享完畢之後呢 我會選出一個最令人最心刺痛的故事 然後送他1000元好不好 那其他寫得很優秀的 也許我可以再做加碼 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粉絲朋友跟我的互動 所以我也希望來看這一集節目的 你將來有其他類似的新的比賽 都非常歡迎你來參加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一集節目的話 非常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而且別忘了把小鈴鐺打開喔 這樣最新的通知才會收到 也非常歡迎你把這個追星刺動的外匯故事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不要再落入這個 所謂的投資的陷阱裡面了 好不好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